向今人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 不仅如此也是占据了很多动物的生存环境 这导致了很多动物逐渐的走向濒临灭绝 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可怜的 但是有些生物逐渐适应了这种安稳的生活环境 渐渐的变得有些霸道起来 在摇眼的非洲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大象一股股坐在车上 哥们练了休息会儿 他的做法连人发指 很多都知道大象的个头非常的大 几乎在自然界也没有什么动物感染他们 也至于如此才养殖了他们嚣张把握的性格 这样的事情在摇眼的非洲体现了尤为明显 因为在当地人们是不允许伤害大象的 而且大象作为一级保护动物 变得越来越满不奖礼 几乎在很多公路之上都能跟恨打大象 再不停地拦截车辆 用来发泄他们心中的不平 而这只大象也是如此 只见他在马路中间拦截了一辆小汽车 看起来就非常生气的样子 一开始大象还在不住地摆弄着小汽车 哭了一会之后 大象似乎玩累了 干脆一屁股就在这辆小汽车上 衰弱的小汽车哪惊得挤着大象的折腾 但即便是如此人们也是毫无办法 而像这样的事情在非洲当地也是有出现 对此外小伙伴们怎样